我今天来接你那儿是私人关系 谈工作不合事 那行 那就姐改天请你吃饭 随时等待召唤 你连续工作两个星期了 身体已经超负荷了 我谁超负荷了 我一点也不累啊 等你真觉得累了 你就身体会出问题你明白吗 大半夜的跑这儿来看我手机 你怎么想呢你 我看看 看看怎么了 你这里面是不是有见不得人的事 不想让我知道